欢迎回来Just Talk 我是DJ彦涵 我们今天一样请到女人迷的作家 茄子皮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我们的疗愈日记 前几段都在痛苦的乌云当中 我们是不是该来结束这样的状态了 这一章第六章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接纳于敞开 那在第六章疗愈日记的一开始 讲到了一个故事 她的名字很长 一定要先吞一口口水才能继续念出来 她的名字叫做缠绕着水草绷带的海星 一开始看到的名字马上就出现了派大型的声音 然后会说哎海星怎么派大型 那她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 就是一颗住在海里的海星 有一天她走一走不小心跌倒了受了伤 但她为了逃避她的伤口 所以她就用水草把伤口缠绕了起来 想说没有看不见了 看不见伤口就没事了 那她就继续一如往常在海中行走 没想到意外却接二连三的发生 弄得她全身都是伤 有浮现派大型受伤的画面吗 好继续逃避伤口的她呢 把水草绷带越缠越紧 越缠越多 越绕越厚 几乎缠绕了全身 最后她只剩下眼睛没有被遮蔽 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那她怎么办 她躺在床上 是些满满的模糊 身体的痛苦 却没有消失 自己用水草绷带缠满的全身命不透风 快要让她窒息了 世界就好像要停止运转了 可是这时候 传来了 叩叩叩的敲门声 她用尽全身力气说了一声请进 是谁 不是海绵宝宝 是螃蟹哥哥 那她就想说好几天 没有看到海星在街上走来走去 因为担心就跑来了 她就说 海星啊 你怎么把自己缠成这副德性啊 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那海星就说啦 螃蟹哥哥我全身都是伤 而且每个伤口都好痛哦 之前我不敢看丑陋的伤口 也害怕它们一直被弄痛 所以我就一直用水草绑住 可是痛苦呢 并没有因此消失 再绑下去 我就快要看不到自己 看不到世界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样都好 可以求你帮帮我吗 这有没有像是你呢 我在看这个故事 看到后来 秉除了拍大星跟海绵宝宝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我 好像把自己 以前的不好的情绪 受过的伤 所有压抑的感觉 都用海草帮助 可是我快看不见世界 也快看不见自己了 这真的是很无助的感觉 那怎么办呢 或许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住着一个受伤的海星 所以刚刚刚刚才说 这个故事的名字有点长 我们就把它简称成 受伤的海星好了 那其实这个故事的作者 就是我自己 所以基本上这个故事 是我创作的第一 前面几个童话故事 那当然海星也是我 从我自己的生命历程的感受 所写出来的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受伤的海星 那在疗愈之旗的前五章 我们在经历的就是一种受伤 那面对这个受伤 我们如果不接受的话 我们就需要做出一些伪装 那我们会很急的 很急的很迫切的 从我们的周遭去摘 各种不同类型的海草 那这个海草在伤口上面 残绕会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伪装 比如说压抑 麻痹 逃避 忽略 发泄 这些东西都是一种 对自己经历的过程中 或是自己经历过程中的自己 一种深深的不接受 对 所以说该怎么办呢 就是练习接受 自己所面对的经验 跟这些经验中的自己 用这个故事的角度来讲 就是啊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像螃蟹哥 这样的角色 举起他双肩的大凹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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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的这个伪装都剪掉 对 那剪掉当下一定是很痛苦的 对啊 因为这个故事他写到说 在海星跟螃蟹哥求救的时候呢 螃蟹哥就举起他的凹 剪开了所有海星的绷带 海星的那个海草 海草绷带 剪开的时候 海星痛不欲生 一直哀嚎 可是我们没有螃蟹哥啊 怎么办 我们可以自己当螃蟹哥吗 可以啊可以啊 那 可是 因为这个故事很具体 但心里的海星很抽象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在这一章的聊日记 你有讲到 练习向自己倾诉 透过书写 打造一台心情列表集 这个心情列表集 也是你最近在呼吸图书馆做的事情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事实上就是说 我们在 每一个我们受伤的历程里面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这样的心态说 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理解我 也没有人可以倾听我 但是心情列表集的概念就是说 就算全世界都倒了 也没有人愿意倾听你 你其实有办法成为那一个 可以倾听你的那一个人 所以其实就算全世界都倒了 自己也永远都会为自己站在那里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深层的相信 是自己是可以成为自己的 那个最后一道防线 所以说心情列表集的概念就是说 我只要一个本质 一直笔 然后创造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可以无条件的去倾听 我们的一切 它可以接纳我们的一切 可能你帮这个声音取一个 你自己舒适的名字 比如说亲爱的茄子 或亲爱的灵魂 或亲爱的神 亲爱的世界都好 但是我们知道说 这一支笔就好像是 这一个声音 你可以对它倾诉 你可以把你的一切 都写在这个本质上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像心情列表集 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说 不要用脑去书写 不要用脑去书写 对 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当我们在面临一些伤痛的时候 你越去想它 就越纠结 纠结 我最近就纠结 好痛苦 而且对 会一直在同一个问题 或是想法里面打转 对 前一阵子我有一个学生 他也是常年的忧郁 或是说 他常常心中有些纠结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跟他介绍 心情列表集 这个用直觉书写的一个方式 我就很自然的 莫名其妙的跟他讲了一句话 那那句话我自己看了之后 还蛮感动的 我说 你要相信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永远不是脑袋想出来的 最重要的事情永远不是脑袋想出来的 那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要开始发现除了我们的身体 除了我们的脑袋以外 有另外一个 对我们来讲更有意义的一个东西 大部分的文把它称作心 你的心在哪里 那如果透过这个书写 发现自己的心 其实有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譬如说 今天我有20分钟 我要在这个本子里面 对这个声音敞开我的一切 去书写 20分钟 不停止书写 不停止 不能停下来 也就是说 当我不停止书写 然后当我不知道写什么时候 我就像是我真的有一个声音 坐在我面前跟我讲话 我就说 现在的声音 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要写什么 怎么办 我就把这东西写下来 我不知道写什么 写一阵子之后 你写三句 你试试看 你就知道你要写什么了 这么神奇 就好像是 神奇列表机吧 我看 爱博特撕了一个魔法在你的笔上 让你的笔去书写你 不是 就是你在用笔在书写 那是用脑的 我们要思考结构什么 这些通通都是用脑的 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 引导自己的方法就是告诉自己 不要停止书写 就是一直写下去 而且这个本子呢 只有自己看得到 所以是安心的 对 所以 当我们面对伤痛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用一句 大家常常鼓励你的话 说你要跨出你的舒适圈 面对伤痛的时候 我们要说 你要找到你的舒适圈 哦好特别的逻辑 但是的确 在很伤痛的时候 然后就是别人真的跟你说 跨出舒适圈啊 不要再想了 会非常说没你来 我现在都不舒适啦 还要跨出什么 对啊 已经在不舒适了 反倒是我们需要有一个 安心的空间 对 让自己感觉到 哇有一个声音 可以无条件的倾听 跟接纳我的一切 对 所以这个本子 你要知道 字机没有关系 潦草没有关系 内容没有关系 不知道说什么没有关系 其实就跟声音很坦然的说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 嗯 他其实就是面对自己 对不对 没错 他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敞开 卸下自己的伪装 就算全世界都不倾听你 你还是可以透过一个本子 跟一支笔子 就创造出一个 无条件愿意接受 跟倾听你的一切 嗯 那个神奇的声音 让这个声音来带领你 嗯 所以你这边有讲到 要心情地表 首先你要相信嘛 我觉得信心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 像我自己感受 就是在汪洋里 我就是要抓父母 抓了这个很糟糕的 我就更糟糕 可是 我应该要先相信自己 我有有用的本能 我相信我自己可以 这样 我觉得给自己信心 是蛮重要的事情啦 就是你 对自己 有一点信心 就比较容易跨出下一步 对我自己来说 嗯 不用用脑袋 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我们 可能台湾的教育 要写东西 或要做什么 常常就是很条列式 我自己也是 我写日记 常常都不小心 很像在写作 就是会这样 所以这也给我一点提醒 很特别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 你自己怎么发现 这个方法的心情列表机 其实是 当我的状况很不好 我觉得心情很糟 丢结成一团 很像是一个 纠绕在一起的毛线 嗯 的时候 然后有些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 有很多朋友 他仍然会来找我 倾诉 那可能是我的人格特质吧 很多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愿意来找我 然后那时候我就 随便动动嘴巴 然后他就说 哎好厉害哦 每次我们有一些问题啊 来找你 就好像迎刃而解了 嗯 那我记得那时候 我听到这句话 就非常的生气 哎不是应该很高兴吗 为什么会生气呢 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都那么复杂 我都无法解决了 我那么努力 结果他一点都没有进展 那为什么你的问题 我又没有想要解决任何问题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哦 我只是动动嘴巴 你的问题就被解决了 所以我很生气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所以 不过那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启发 这个位朋友给了我一个启发 跟灵感 就是 如果我都一直没有办法 解决自己的问题 可是我一直可以解决别人的问题 那就把自己当别人吧 哦 所以我开始创造了一个 愿意倾听我一切的声音 然后透过这个书写 把它写下来 或是用电脑杂志打下来 重新印下来 在阅读的时候 我就好仿佛抽离了自己的人生 就像是我编成一个编剧 在看着这出人生的趣怎么演 那很多你觉得很深刻很痛苦的 就是用一个 另外的一个视角来看的时候 就发现 诶 其实没什么嘛 我只是在那边 绕圈在那边打转嘛 对 好像就波云见日了 了解 忽然太郎 马上今天要立刻来写 写出来 你看要连续写30天 连续写30天 不用30天 他会养成习惯 哦 敞开不是一处可及的 不是一个晚上过了之后 啊不敞开的人就可以敞开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 是 所以赶快准备一支笔 你喜欢的笔 一本笔记本 或是一张纸 可能要几张了 一张就能够 一本笔记本了 嗯 你赶快可以来做做看 心情列表记 那第二个方法 你说到要拥抱脆弱 只是伤口与受伤的自己 做一个勇敢的人 那就像是螃蟹哥 他把那个海星身上的绷带全部剪开了 那绷带剪开了之后 海草绷带剪开了 底下就是伤口了 嗯 可能有的搞不好已经包太久烂掉了 我们的心里的伤也是这样 对不对 对 可是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具体的 你能让自己勇敢的面对你的受伤的感觉 或是事件呢 伤心的时候 就尽情的伤心啊 诶 这么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其实执行上没有 这么简单 像我自己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不太爱哭 就是要哭的时候 心里好像会有股声音 就是告诉自己说 哭什么也还好嘛 就忍住了 可能是习惯压抑 所以这个声音就是 不敞开啊 然后不接受自己 很难过啊 接受自己很难过 就是说好哭了 大哭吧 眼泪真是太美丽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哭 嗯 每一个脆弱背后 都是爱 重视跟相信 我们有办法被自己 不爱的人伤害吗 不会 你不会被一个路人伤害 对 所以每一个脆弱背后 都是爱 重视跟相信 对 那像你刚刚那个声音 就是最典型的 不敞开啊 哎呀 不接受你的悲伤啊 被发现了 并不是说 悲伤的时候 就尽情悲伤啊 没有啊 你在压抑 对 所以就是真实的 这样算放纵自己嘛 听起来还蛮好 想哭就哭 想笑就笑这样 也不是放纵啦 那应该怎么说 应该说诚实的 面对这个感受 还有去理解这个感受 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 嗯 就像我们前面几集有提到 不晓得哪一集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 过去的事实没有办法改变 可是我们可以改变 我们如何解释它 对 那这个解释就像是 帮伤口结巴 嗯 这样的一个概念 伤口谁割得多深 我们都无法改变了 对 但是它可以 我们只是这个伤口 它会慢慢的自己赋予 慢慢的结巴 那结巴在我们 实际上在做的意义 就是说我们 帮自己的经验 来做一个 现在的一个解释 嗯 现在的我会怎么样 理解这个经验呢 并且这个经验 我以后 对我的生活会有 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结巴的动作 嗯 就是赋予这段经验 新的意义 了解 我觉得你这边 写到一个蛮重要 就是勇敢承认 嗯 就你要去承认 我就是个人嘛 嗯 我就是会难过嘛 我就是会脆弱 会感到受伤 嗯 但如果有一些事件 它已经发生了很久了 我也许都已经脑袋中 依稀记得 但都模糊了 嗯 但我知道我受伤 要怎么面对呢 你怎么样 是要回想那个事件吗 这个有点抽象 对不对 这个问题 应该说你说 有一个伤痛 已经被搁置很久 无法处理了 对对对对 就是 被超多海草包 包到那非常底下 这样子 对啊 所以其实没有一个伤口 真的有一个解答 或是面对的方法 嗯 整体上我们必须要调整是 我们如何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并不是说 用一个敞开来面对一个伤口 而是我们整体上 要变成一个敞开的人 也不是说 啊好像伤口被应对了 就不敞开了 嗯 对啊 所以其实 聊育日记这件事 并不是在讲的是 一种处理伤口的方式 嗯 慢慢大家读到最后 会发现 其实聊育日记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种 接受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自己敞开 接受自己 对 就是我们 我在分 聊育日记里面 分享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没有一个伤口 真的可以被 哪一个解决方案去处理的 这是真的 我很同意这个 因为就受伤了 不然是要怎么样啊 就割都割了 对啊 但是的确 我们要怎么样继续 幸福的生活下去 才是我们应该 关注的重点 对不对 在这一章呢 最后你写到 勇敢承认了 自我的脆弱的我 也慢慢发现了 让自己坚长的秘密 你说人会感到脆弱 是因为爱 重视与相信 你刚刚也有提到 所以要练习 拥抱脆弱 才能离坚强的 自己慢慢靠近 是的 那接下来第七章 我们要更进步一点 我们要慢慢 发现乌云的秘密 第七章呢 我们要谈到理解 到底是什么呢 一样继续期待 也要继续收听哦 我们要继续期待